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在白金漢宮舉辦招待會 紀念帝國疾風號 抵達英國七十五週年 但這一天對疾風世代來說 卻是慘痛的歷史故事 疾風世代是指一九四四年 到一九七一年間 從以前大英帝國 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 移居到英國的一群人 跟他們的後代 插畫家約西亞 就是疾風世代之一 他把自己的故事 變成童書繪本 這裡是約西亞祖母經營的法廊 地下室是約西亞的個人畫室 一幅幅講述歷史故事 成千上萬 大多是來自雅邁加 跟千里達吉托巴哥的人 受到英國政府的邀請 搭乘疾風號來到英國 填補二戰之後的工人短缺 他們因此獲得無限期居留權 可是在二零一七年時 突然被政府以沒有申請護照為由 瞬間變成非法移民 於是他們失去了工作 住所 醫療資源 養老金跟其他福利 而有的人則是被拘留 或是被遣返 疾風事件的過程是約西亞的創作靈感 她說希望透過繪本讓更多加勒比海後裔兒童 能對像是自己的祖母或是媽媽的人產生共鳴 所以在這部書中我們還說不到 我們為何要рах银座 我們為何要明顯讓政策 而為何要捉獻 我們為何要аж入大小的 我們為何要建議 在這部書中 做了個新墻 他們在學院和工作亦是 很多人受到尾巴方搭乘 但是我們為何要考慮 到這部書中的案子 我們不是在手底部 我們沒有想起 一篇文章 說他們受過生的 和那是 英國本土面積不大 二次大戰後 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白人 疾風世代則象徵著英國多元 文化社會的開啟 英國政府也在二零一八年 為疾風醜聞公開道歉 約西亞 則說雖然歷史是慘痛的 但她要透過這本同書 給予更多正能量 公視新聞沈怒沛編譯